欢迎回来,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喜欢吃鱼汤的朋友,今天的食谱很适合您哦 今天我们来做鲜美可口的咸淡鱼片汤哦 这个汤做法简单,汤底浓郁美味,真的很 推荐大家在家做给家人一起分享哦 忙碌的工作日就做这个鱼汤吧 有鱼肉,吃有汤喝又有蔬菜可以吃,真的很方便美味哦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吧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咸淡,姜,番茄,线菜,鱼片 蒸熟咸淡 搭碎咸淡备用 搭碎咸淡备用 一茶匙盐,一茶匙绍兴酒,一茶匙胡椒粉,一汤匙玉米粉腌制鱼片 鱼片放入冰箱腌制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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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盘铺上铝箔纸 淋食用油 鱼片放在铝箔纸上 淋食用油 放入烤箱烤熟 鱼片其实烤一烤火煎一下外皮酥脆就可 这样放入汤里煮口感更好哦 鱼片烤好了放一旁备用 鲜菜洗净备用 将切末 番茄切碎 一整理 炒香姜末 下咸蛋一起炒 下番茄 倒入一碗开水焖煮出味 下咸胡椒粉和鸡粉按个人口味调味 下烤好的鱼片了 下咸胡椒粉和鸡粉 下咸菜煮软 当然也可以放喜欢吃的蔬菜 个人认为咸菜和咸蛋汤底味道最美味 香喷喷的鱼汤煮好了 好像看了就肚子饿了 香喷喷热腾腾的咸蛋鱼汤可以吃了 有香菜可以撒在上面味道更佳哦 原本的食谱鱼片是没有烤过的 个人认为烤过或煎过的鱼片味道更好 而且煮的时候鱼片也不容易碎掉 鱼肉中富含维生素A、铁、钙、磷等 常吃鱼还有养肝补血则抚养发的功效 另外鱼肉的肌纤维比较短 蛋白质组织结构松散 水分含量比较多 因此肉质比较鲜嫩 和禽畜肉相比 吃起来更绝软嫩 也更容易消化吸收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汤食谱 欢迎到我的 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271个健康食谱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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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